鬼吹灯 第一步 惊觉古城 天下霸唱 第十五章 关东军地下要塞 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 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 这个仓库着实不小 各种物资堆积如山 这么大的空间 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发现 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也能够西侧的山丘里面 整个都被掏空建成地下要塞了 越想越觉得没错 日本对满洲的经营 可以说是倾尽了国力 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工业基地 几乎都设在满洲 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 满洲更成了日本的战略大后方 为了巩固防御 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 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 都是永久性防御攻势 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 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 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 如同守核不守滩 在中蒙边境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 也是理所当然 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 这是必经之地 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面进攻 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 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 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 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 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军心涣散 自杀的自杀 跑路的跑路了 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 在墓室里摔得着实不清 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 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包扎上 胖子全身都疼 破口大骂外边的红厚 胖子摸出从古尸手中抠出来的两块玉壁 就不还他 想要回去也行 拿两万块钱来 没钱粮票也行 哎 老胡你看这玉怎么回事 我接过来一看 原本翠绿色的玉壁 现在却已经变做了淡黄色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说不清楚 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 实在太有限了 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 现在看来还得继续学习 不过这件东西 我们拿都已经拿了 怕也没用 我站起身来 招呼他们两个行动 咱们到里边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枪支弹药 最好能有辆坦克 开出去把那红毛怪压成肉饼 胖子问我 你有军事常识没有 这里边不可能有坦克 我说 有没有 咱先进去看看 其实就是真有坦克 恐怕也开不了 这都快四十年了 这么久的时间 就算是天天做保养 也早就该报废了 格纳库里边的通道 错综复杂 犹如迷宫 为了避免迷路 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出口 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 都是圆弧的顶子 很高 这是种防渗水的构造 用手电向上照 可以看到上边 安装着一盏盏的应急灯 和一道道的管线 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 应该可以想办法 让这些灯亮起来 每走多远 就在墙壁上 看到一幅要塞平面地图 上面标注了一些 主要通道 交通壕 仓库 藏兵洞 淋浴室 兵舍 休息室 凉墨库 排水管 发电锁等辅助设施 至于炮位 通气孔 反击孔 观察孔 作战指挥室 隐蔽部等重要的位置 则并未著名 在山丘的内部 要塞还分为三层 其结构之复杂 规模之庞大 可见当年关东军 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 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了下来 以我当工程兵 在昆仑山修建过 军事设施的经历 此刻有了地图在手 就不愁找不到出口了 这座秘密的地下 要塞规模之大 超出了我的想象 其纵深竟然达到了30公里 正面防御宽度 足有60多公里 原来野人沟两侧的山丘 完全被掏空了 构成了相互依托的 两个永久性支撑防御公式 中间有三条通道 横穿过野人沟 把两边山丘下的要塞 连成一体 我们从金国将军古墓中 破墙而入的地下通道 正是这三条通道中 最下边的一条 要塞两头粗中间细 两边的规模虽然大 中间只有三条通道相连 这有可能也是出于战术 需要的考虑 一旦其中一边的要塞 被敌军攻陷 仍然可以切断通道 固守另外一端 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来看 离最近的一个出口并不算远 只是不知道 关东军撤退的时候 有没有把要塞的出口破坏掉 否则还只能从古墓那边回去 也可以试试 从通风口之类的地方爬出去 我忽然想到了我们 昨晚在山坡上的事 马匹被一只地下洞穴里的怪物 撕破了肚子 那处洞穴 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 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 用爪子将洞挖大界以栖身 如果那个洞真是通风口的话 就别指望从哪爬出去了 洞太窄 而且也可以断定那怪物 并不是我们刚才碰到的 庞然大红厚 我把想法对英子和胖子俩人说了 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 怎么出去 胖子说 哎老胡 你要不提我还真给忘了 袭击咱们马匹的怪物 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老窝了 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 搞不好就会碰上它 得先想点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 我说 没错 有被污换 如果万一出口被毁坏了 咱还得从古墓的道洞里爬出去 那就得跟洪吼 再一次的正面冲突了 格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释放武器装备的 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 每人拿上几样 最好能找着日军的甜瓜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保质期很长 威力也不小 用来对付红毛怪症合适 格纳库里堆满了各种军队制式的大衣 毯子 干电池 饭盒 防毒面具等物资 由于空气比较干燥 物资保存得还相当完好 我顺手拿起几个日军的春田式防毒面具装进包里 最后在格纳库的右侧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地方 一拉溜的铁架子上 马放着不少装有枪械的木箱 没有机枪 一水而的都是油板式步枪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八大盖儿 或者三八式 墙边还有几门六零炮 但是附近一发炮弹也没有 胖子撬开一个装步枪的木箱 抓起其中的一支步枪 哗啦一声拉开枪栓 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 对我说道 老胡 这枪还能使 全是没拆封的新枪 机械部分都上着油 还没装过子弹 我和鹰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枪 我把油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瞄 又扔了回去 小日本这种破枪只有五发的熔弹量 非自动枪击回转式 上弹太慢 后座力还特别大 我用不惯 鹰子问我道 小鬼子这枪多好啊 怎有劲儿 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 就用这样式的枪 胡哥你咋还不喜欢使呢 我还没回答 胖子就插嘴说 甭打理他 他在部队天天都玩半自动武器 灌出毛病来了 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眼了 等会儿万一再碰上什么鬼怪 咱俩就在他后边站着 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边说边从最下层找出一支弹药箱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用油布包裹着的子弹 被手电的光芒 映得闪着黄灯灯的金光 胖子他爹从小宠着他 从他会走路就开始给他玩枪 他上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使枪的行家了 步枪的原理大同小异 胖子以前虽然从来没用过油版式步枪 但是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剑有弹药 就拿起子弹熟练的压进步枪里 顺手一口枪栓 举起来就冲我瞄准 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 上了堂的枪 你就别他娘的瞎瞄了 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同志的 只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 我不喜欢用这种枪 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进战 子弹的穿透力太大 三十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三四个人 除非试上了刺刀做白刃战 否则很容易伤到自己人 再加上地下要塞内部有很多钢铁设施 一旦子弹射中钢板铁板 就会产生毫无规则的跳弹 搞不好没打到敌人 就先把自己人给料理了 胖子拍了拍胸脯自信的对我说道 就咱这枪法还不是咱吹啊 这么多年了 你是应该知道的 百步穿扬 骑马打灯都跟完事的 怎么可能打偏了打到钢板上 不信咱一会儿在你脑袋上摆个鸡蛋试试 我打断了他的话 越说越没谱了 我长个脑袋容易吗 我这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 不是用来摆个鸡蛋让你当靶子的 咱别斗闷子了行不行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用 我总觉得这种步枪不是神 毕竟是已经被淘汰了多年的武器 步枪年头多了非常容易走火 当年我在越南前线的时候 有个帮忙运送之前物资的民工 他偷了我们缴获越南民兵的一把老式德国造 结果爬山的时候走了火 正好把我们团的一个副团长腰给打折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 想找几枚田瓜手榴弹 没想到在一个会有高要旗的木箱中 翻出十几把冲锋枪 枪的造型很怪 有几分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 弹侠横插在枪身的左侧 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 在于这些枪的弹侠是弯的 后边多了个木制枪托 英子问我 胡哥这是啥枪啊 咋这造型呢 是歪靶子吗 我拉了拉冲锋枪的枪栓 又把弹侠拔下来 看了看 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 战争后期才装备部队 生产量比较小 所以并不多见 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才装备的 这枪可比三八式好使多了 尤其适合近战 就算发生故障 也顶多就是卡壳 不会走后门和走火 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 拿把冲锋枪防身 英子没用过冲锋枪 不知道怎么摆弄 在旁边打着两把手电筒 给我们照明 胖子找了一箱冲锋枪子弹 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装填子弹 我哼着小曲把子弹 一发一发的压进弹匣 现在我的心情很好 这回算他娘的发了事了 自打离了部队 就再也没碰过冲锋枪 想起在部队用五六式的感觉 手心都痒痒 我正在得意之时 英子忽然一拍 我的肩膀低声说道 胡哥 我好像瞅见一个小孩从你身后跑过去了 小孩 怎么可能 这深山老林中人际罕至 更何况这处秘密要塞隐藏得如此之深 怎么会突然平地里冒出个小孩子来 我们都是蹲在地上装子弹 英子持着手电筒蹲在我对面 它是无意中用手电筒的灯光一扫 看见我身后有个小孩的身影一闪而过 我扭过头去 用手电四下一罩 身后是一条钉字形通道 一片漆黑 安静的出奇 哪里有半个小孩的踪影 我问英子哪有什么小孩 你唬了巴结的是不是眼花了 英子虽然胆大 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 封建迷信意识很强 此刻吓得脸色都变了 我真没瞎脸 真的是有个小孩 从你身后的通道跑了过去 不可能看错 没有脚步声 只瞅见个小孩的身影 老快了 搜一下就跑过去了 是不是有鬼啊 追问英子详情 她却说不清楚 只说是恍惚间 好像是个小女孩 不过也不敢肯定 穿什么样的衣服 也没瞧清楚 大约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 那小孩跑过去的方向 正好是地图上标有出口的方向 通道离我不过两米远 这么寂静的地方 跑过去一个小孩 我不可能听不见 如此无声无息的 除非她是鬼妹 地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几十年没人进来过了 谁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今天的事已经把我们折腾的够腔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当下提议 多绕些路从另一边去要塞的出口 不要从那个小孩跑过去的通道走 英子最怕鬼神 点头同意 多爬十里坡 都好过撞上鬼气墙 胖子不以为然 老胡我发现你现在变了 自打你从部队复原之后 就不像以前 那么天不怕地不怕了 畏缩不前 可不像你的作风啊 怎么今天英子 看见个小孩跑过去 你就要绕路 我跟你说要绕着走 你们俩绕 我可走不动了 我就从进路过去 想当年咱们当红卫兵 上山下乡的时候 你说你怕过什么 那些年 除了毛主席 你说咱服过谁 我一时语色 好像确实是胖子说的那样 以前的我是天塌下来当被盖 自从参军开始 直到队阅自卫反击战 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个又一个 我真真切切见到了无数次的流血与死亡 实事求是的说 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 做什么事都免不了瞻前顾后 难道岁月的流逝 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 我对胖子说 咱们现在都多大岁数了 比不得从前了 咱当红卫兵那些年 确实好勇斗狠 看谁不顺眼就揍谁 可那是个荒唐的年代 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 胖子说 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里 你战斗过 冲锋过 我真他妈看不得你现在这种吓吓唧唧的样子 你还记得你16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你的笔记本上写的那首掌诗吗 那个笔记本可能早被我擦屁股了 而且那些年胖子送给我很多笔记本 因为他老妈是后勤机关的干部 家里有的是各种笔记本 我实在记不起来有什么常识了 胖子见我想不起来 便说道我背几句你听听 胖子的普通话很标准 他人胖底气也足 朗诵起来 还真有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意思 只听他朗声说道 公园里一起打游击 课堂里一起把书念 咸阳路上破四旧 井冈山一起大串联 在埋葬地修返的前夕 向那世界进军之前 收音机旁 我们仔细地倾听着 国防部宣战另一字一言 在胖子慷慨激昂地念出第一句之后 我就立刻想了起来 这是一首叙事长诗 题目叫做 《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勇师致敬》 我们太熟悉这首诗了 在我们俩当红卫兵的时候 曾一起朗诵过 何止百遍千遍 那是我们最喜欢的韵律 最亲切的词语 最年轻的壮丽梦想 我的心情激动起来 忘记了身在何处 忍不住攥紧拳头 和他一同齐声朗诵 在这消灭最后剥削制度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俩编在同一个班 我们的友谊从那里开始 早已无法计算 只知道它比山高 比路远 在战壕里 我们分吃一个面包 分是一把咸盐 低哼着同一支旋律 共盖着同一条军坛 一次次一行行 领袖的思想 伟大的真理 我们学习了一遍又一遍 你记得吗 我们曾印马顿河水 跨进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原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 踏着国际哥的颤点 冲杀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 乡村港湾 我们曾利用过耶路撒冷的枯墙 把基督徒恶毒的子弹阻挡 将红旗插在苏伊士河畔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灯火 野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炊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都有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 多少个浴血的南征北战 就这样 我们的不可战胜的队伍 仅仅跟着红太阳 一往无前 听五洲兄弟的呼声 如滚滚洪流 怒浪滔天 看 四海奴隶的一骑 如星星之火 正在燎原 啊 世界一片红啊 只剩下白宫一点 英子见我们俩 说个没完 也听不懂 我们说的是什么 等得不耐烦起来 打断我们的话说 说啥呢你们 还整得静儿静儿的 咋说起来还没完了 现在时候不早了 不管从哪条路走 咱都该动身了 你们俩愿意说等出去 再说行不 胖子拎起 百事冲锋枪 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匣 表情坚毅 挥手一指前方 同志们 胜利就在前方 跟我来吧 于是 胖子带头走在前面 英子居中 我殿后 三人乘一路纵对 走向了英子说 看见小孩 跑过去的那条通道 这是一条 微微倾斜向上的路 走出一百多米后 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 看样子 已经是走进了 野人沟的山丘内部 通道越来越窄 而且湿度也比下面大 身处其中呼吸不畅 有种像是被活埋的压抑感 三个人离得很近 不知道为什么 走在前头的胖子 突然停了下来 他突然停步 跟在他身后的英子 没有准备 正好撞在了他背上 英子被他撞得 从台阶上向后就倒 我赶紧在后边 把英子扶住 我问胖子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停下来 不继续走 胖子转身叫道 快往回跑 他好像在前面 见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连声音都变了 刚才的那番豪情壮志 已经烟消云散 胖子叫喊着 让我们转身逃命 我隔着前边的两个人 手电的照明范围有限 只见到前面 四五节楼梯上 是处很大的空间 也不晓得他 究竟见到了什么 不过胖子 既然这么说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便准备向后倒退 与此同时 我忽然感到后背上 被几十根阴寒的钢针刺中 寒气透骨 全身如同遭到一股 冰冷电流的电击 身体颤抖 失去了控制 疼得向前一跃 也不知哪来的这么大力量 把前面的胖子 英子两人 一并推得向前扑倒 这条狭窄阴暗的通道 缓缓倾斜向上 三个人都连滚带爬的 撞进了楼梯尽头的空洞 我被莫名其妙地 电了一下 电流似乎也传导到了 其余两人身上 全洞的牙关打颤 谁也不知道 是什么回事 想要说话 却又作声不得 若说是无意中 碰到漏电的电线 那应该是全身发麻 怎么会有 这种从骨髓里 往外冷的感觉 万幸的是 三支上了膛的冲锋枪 没有在慌乱中走火 我们躺在地上 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 借着三支电筒的光线一看 我这才知道 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 原来这是尖半天然半 人工的巨大石室 到处都是绿台 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 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 这种蝙蝠的体型 远远大过平常见到的 普通蝙蝠 抱着双翅 密密麻麻地挂在壁上 他们被我们这三个入侵者惊动 纷纷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都露出了满口白森森的獠牙 看得人头皮发麻 蝙蝠的脸长得很怪 两支菱形大耳直挺挺的 圆头圆脑 鼻子也是圆的 前肢十分发达 上臂 前臂 掌骨 趾骨都格外的长 牙尖爪利 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 曾经见过这样的大蝙蝠 它们的学名叫做叶口鸣齿符 有明珠脸大蝙蝠 其生性最是嗜血 野食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品种 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洞窟中 夜间出没 铺食牛羊等牲畜 特别是在外蒙草原 曾经一度成灾 近十几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 还以为它们绝种了 想不到这么多猪脸大蝙蝠 把关东军遗弃的地下要塞 当做了老巢 它们咒服夜出 利用地下要塞的通风孔做出口 确实没有比这里更安全舒适的巢穴了 有几只猪脸大蝙蝠 已经率先从石壁上飞了下来 我挣扎着想爬起来 结果手一撑的就摔了一跤 地上全是蝙蝠的粪便和动物残骸 腥臭扑鼻又沾又滑 蝙蝠粪又叫夜明沙 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 常人得一二两意识十分的不易 此刻见到却说不出的让人厌恶 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 手指扣动扳机 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 我一开枪 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 三只冲锋枪交叉射击 枪口喷吐的火焰 子弹的夜光 把整个石洞照得忽明忽暗 枪声和退弹声 但可落地声 混合在一起 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 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 除了被子弹射中掉到地上的 其余的如同一团团黑云 有些从我们头顶飞过 也有的顺着通风孔向上逃窜 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 根本来不及换子弹 猪脸大蝙蝠嗖嗖嗖的从身上掠过 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 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 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 倒也伤得不深 这时候心理上的恐惧更加要命 我怕伤了眼睛 不敢睁眼 用一只手护住头脸 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 当做棍子一样凭空乱打 两条腿拼命地蹬踹 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 也不知过了多久 洞中渐渐安静了下来 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 我摸到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 刚要出声询问胖子 他们有没有受伤 忽然眼前一黑 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 悄无声息地朝我头顶扑来 他可能是这栋中一种蝙蝠的首领 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 此刻后发之人 双翅一展 蔷薇之满 我手中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 难以抵挡 他距离我近在咫尺 猪一般的脸上 层层的皱褶 硬毛 獠牙都看得清清楚楚 眼看就要被大蝙蝠咬到 从身旁传来 一串冲锋枪的射击声 一串子弹全定在猪脸大蝙蝠的身上 大蝙蝠落在地上 铺棱了几下 当即死了 原来是身旁的胖子 见情况紧急 换上了弹匣 开枪射击 救了我一命 我尝出了一口气 看看四周 除了地上 还有几只中了枪梅断气的大蝙蝠 还在挣扎 再没有其余的蝙蝠了 我身上被抓破了几个口子 鲜血泵流 鹰子和胖子也受了些轻伤 但是都不严重 鹰子扯了几块衣服上的碎布 给我包扎 我身上的伤疼得厉害 不停地咒骂 老子当年在前线 那仗打得 枪林弹雨都没蹭破 半点儿皮肉 今天倒让这几只畜生 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 真疼 胖子问我 老胡 我他妈刚才让你们往回跑 你怎么反倒把我们推了进来 我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 只说是后辈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 触了电 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 因为这事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让鹰子看看我后辈 有没有电壶了 鹰子扒开我后辈的衣服 用手电一照 哎呀妈呀 胡哥 你这是咋整的 不像是电的啊 胖子也凑到我身后 看了一眼 你是被电着了 你后背是个黑色的手印 嗯 这手掌很小 像是小孩的 真他娘的活见鬼了 感情我们仨是 让那小鬼推进这蝙蝠洞的 别让我看见他 看见他 我把他劈扒了 胖子正要跟我说话 他手中的手电筒 却掉在了地上 我的娘啊 老胡 鹰子 在格纳库里 你们说我还不相信 刚才 我也看见个小孩 跑了过去 我和鹰子 急忙拿起手电筒 四处照射 除了蝙蝠分辨 和蝙蝠尸体之外 哪有什么小孩 胖子指天发誓 就他妈的 从你们后边跑过去了 骗你们 我是孙子啊 舅 舅往里边跑了 我看得清楚极了 小男孩 是个小小子 穿衣身绿 五六岁 脸特白 不像活人 除了我之外 他们都在这地下药塞 看到了小孩 怎么偏偏 我没看到 不过我背后的 那个小孩手印 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 胖子说是 看见个男孩 鹰子却说在格纳库 看见个小女孩 究竟是谁看错了 还是这地下药塞里边开 幼儿园了 我们稍微收拾一下 站起身来 给冲锋枪 装上新的弹匣 胖子指了指 实事的一面墙壁 那小崽子 就跑这里边去了 说完用枪托 刮开石壁上的苔藓 和蝙蝠粪 里面露出半扇铁门 上边秀记斑斑 用深红色油漆 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 立入禁止 立入禁止 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 念了一遍 又对我们说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就是说 不许站着进去 想进就躺着进 这里指定是停尸房 要不然就是焚尸炉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道 啥 躺着进 原来是装死人的呀 听屯子里以上岁数的人 说过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 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吧 我用手指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 感觉门很厚重 胖子 你别不懂 装懂 这四个字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入内 我虽然不懂日语 但是军事设施 我是很熟的 你们看这门下 边有个很大的凹槽 里面有那六角形的螺纹 这应该是有个转盘的 想开启这扇铁门 需要转动转盘 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 这是扇气密门 关闭铁门的时候 排气孔会自动抽出室内的空气 在里面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 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 我军的军事基地里 也有同样的设施 气密门的转盘 早就被拆卸掉了 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 想打开这道铁门 真是难于上青天 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那可就不好说了 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 细菌武器之类的 这种可能性最大 为了防止化学武器 泄露出现事故 通常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 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虽然一向臭名昭著 但是威力不容小觑 即使是放在自然环境中 时隔多年也照样能致人死命 我对这扇门里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还是看看地图 快点找到出口是正经事 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 特别是听我说有可能存放什么贵重品的话之后 更是心仰难耐和英子俩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 一会儿踢两脚 大友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 俩人嘴里还叨咕咕 这里边有啥好东西啊 哎呀 看不着太闹心了 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 自行对照地图上的出口位置 在这曾经被猪脸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出口 按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 就在这石洞中 应该有一条小型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 可是找来找去 只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崩塌的山石 和之前料想的一样 日军撤退时 把要塞的出口都炸塌了 现在所处的位置 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 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 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顶壁上 有几个大洞 这些大型通风孔 不是直上直下的 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内部 通风孔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 蝙蝠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 可惜我们没有翅膀 在下边干凳眼上不去 就算上去了也没用 成年人的身体 刚好比这些通风孔大了一圈 小日本真是精明 把敌人从通风孔爬进要塞内部 特意把洞口挖得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我把胖子鹰子叫了过来 告诉他们出口没了 咱们要不就去再找别的出口 要不就直接拿冲锋枪回古墓那边 把红吼干掉 不能就在里边这么干好 咱身上没带干粮 也没发现鬼子要塞里边有食品 再这么瞎转悠下去 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 就只能等死了 鹰子用脚一踢地上的大蝙蝠尸体 实在不行了 还能吃这玩意儿 全是肉 胖子连忙摇头 要吃你们吃 我饿死也不吃 这太他妈恶心了 我估计肉都是臭的 要不就是酸的 好吃不了 对了老胡 你说这铁门里会不会就是出口 应该有这种可能吧 咱想办法把它打开看看 我想了想说 这种可能性确实也有 因为地图上没有标出这间密室 只会有一条连接出口的通道 不过很难精确定位 并不能肯定这门后是通道 其实要打开 这道门不难 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 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脚扳手 鹰子在旁说 回格纳库内嘎拉 正好整几件衣服换换 你瞅咱仨身上的埋太静儿的 都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了 经他这一提醒 我们才发现 三个人都脏得不像样了 全身衣服上 头发上 脸上 手上 都沾满了蝙蝠粉 血 泥 臭气熏天